最近有一個風潮 就是說你連署了嗎 這連署什麼 就是韓國瑜選總統 因為現在很多民眾 是自發性的說 希望能夠叫國民黨中央 能夠徵召韓國瑜選總統 這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議員我來看到的是佩軍 她有來到景美市場 要連署民眾來徵召韓國瑜 這民眾熱度怎麼樣 我想實際上 我們雯山區最有戰力 最有經驗的賴士堡委員 最近在爭取連任 最近就是初選民調 他也在爭取 他跟我們這些基層民态一樣 就感受到沸騰的民意 不管是每天面對面遇到的 或是臉書信箱傳來的訊息 甚至有人寫親筆信 寄到辦公室去 很多很多的人 都傳達一樣的意思 就是他們很焦急 明明已經有一個最強的人選 為什麼好像沒有一個機會 讓他光明正大 名震言順的走出來 我想今天委員 帶著我們這些小基調市場去 其實某程度就是希望 看一下這個沸騰的民意 到底有多沸騰 我也跟各位報告 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內 就收集到超過2000份的連署書 大家要知道現在是一個 大家都非常在意 自己隱私的一個年代 你想想看我們在現場 這個拿著表格 大家就非常爽快的填著 名字 電話 資料就填了 因為他們心中有那個欲望 想要支持他 所以他們非常爽快的 做了這件事情 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收集到海量的這個連署書 我在講一件事 後來這個連署繼續進行 我跟委員另外都還有行程 我們先離開了 我正在路邊等車的時候 有一個媽媽非常可愛 小跑步來 她說看到你們電視的連線 知道我們在京美市場連署 趕快去就對了 所以她趕快三步變到兩步 趕往現場來 她說先不跟你多說了 我趕快先去連署 所以那個哨音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這種連署說實在的 是一種情感上的支援 就正式的提名 也許幫助不大 但是它是一個聲勢的問題 我也很誠實的說 今天在那邊連署的時候 確實有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也有一點憂心 他們擔心說 這樣子特別指明要支持誰 會不會有厚此薄彼的問題 會不會反而傷了藍營的團結 但是我要很負責任的告訴他們 有的時候當段不斷 或是懸而不決 其實反而對自己的支持度 還有元氣才是大傷 我常常講 雖然今年的初選作業 沒有比往年來得慢 當然每年的這個作為提名程序 都有不同的考量 有的時候擔心提名得太早 候選人可能整合還沒有完成 提名得太晚又擔心衝刺不夠 每一年確實策略有所不同 但是如果今年的情勢 誰是人氣王的時候 已經很明顯了 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再繼續等下去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對整個黨的支持度跟元氣 是大傷了 所以我倒覺得 與其讓這個子彈 再繼續飛一會兒 不如趕快 因為有可能打 不小心打到別人 所以不如趕快做出一個決定 但是我比較傾向於 走到體制裡面 比如說透過黨代表大會 或是黨員勾頭聯署 讓黨中央有一個名正言順 去做事的權力跟方式 我相信只要不是密室正事 不管是要其他參選的人 或是我們的支持者 都不會有意見的 沒錯 其實佩峻有特別講到說 只要是開大門走大路的話 其實藍營的支持者 是能夠接受的 但是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 要帶大家來看 剛剛有講的是 民眾的希望來徵召韓國瑜之外 這是市議員的層級 北市議會開第一槍 4月17號要來黨團發動連署 這是4月17號 18號則是有信仁哥 號召高雄市民到桃園機場 來歡迎韓國瑜返國 4月18號 再來4月24號是 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 龍介先他要發動黨代表 就剛剛大家說 1000多位的黨代表 來連署徵召韓國瑜 目標是1300位的黨代表 有越多人來連署最好 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裡面從基層的民眾 到中央的層級的東西 好像都有一些人在鼓動 希望能夠韓國瑜出來 對 基層大部分都是支持韓國瑜 是沒有錯 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 最後能夠促成大家想的結果 剛剛我覺得佩群講到重點 一般的老百姓的連署 是增加吳主席在協調各個候選人 的一個助力 他有這些聲量 可以協調 來幫他當作助力 但是真正要進度黨的核心 權力結構 就是黨代表大會 對 所以我覺得龍介雄講的那個 黨代表連署的效果 會比較直接 OK 我們國民黨的所有委員 都是當然黨代表 我們立法院的黨團在做什麼 因為我現在也是書記長 我們立法院每次開會 都在討論怎麼樣來保護韓國瑜 怎麼樣來 任何單位來欺負韓國瑜 我們就要打回去 比如說他去大陸的時候 陸委會 陸委會休禮他 我們就休禮陳明通 農委會休禮他 我們就校農委會 所以大概10次有8次到9次 10次的記者會有8次到9次 都是跟這個議題有關係 另外我們在各個委員會裡面 大家也會分工合作 來力保我們藍軍 目前最受歡迎的 聲量最高的韓國瑜市長 不受到任何的扭曲 抹紅或抹黑 下個禮拜開始 就明天開始 我們也開始排跟韓國瑜主張 有關係的法案就進到了 自經區 包括這個叫做 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這樣子的法案 我們就主動來排 所以我們除了這個連署以外 我們其他還是要有一些 比較實質的 講出來一個道理 像這個NCC 你們中天因為報導韓國瑜 被NCC修理對不對 我們就來修理NCC 就是這樣子 像NCC這個真的是很離譜 尤其我剛剛看到在海外 我也曾經在海外過 在海外的僑胞一定更有感覺 因為他們住在美國 你看川普是多麼恨CNN 不是NCC 是CNN 川普再怎麼樣恨CNN 他也沒有叫他的FCC 去修理CNN 所以不可能 但是我們台灣居然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真的 沒有辦法忍受的 這個打壓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 另外我也要特別講 我曾經做過留學生 我也在海外 來歡迎台灣的政治人物去 我也跟著台灣的重要政治人物 去拜訪海外 像剛剛那種場面 真的是沒有看過 真的是沒有看過 一般來講 僑胞 我們在國外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會有愛國心 特別喜歡看到國旗 唱國歌的時候 特別容易有眼淚 但是要到這麼激動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 你剛剛講那個是洛杉磯機場的 據我了解 剛剛是晚宴 在波士頓那一場 因為我以前也在Hover 在波士頓那一場聽說 有人從DC開8個小時的車 就是為了要參加 就是要為了參加 剛剛我也特別注意 因為我喜歡音樂 我特別注意他那個出廠樂 就火戰車那個 他平常講到 沒有氣勢 不是火戰車的 你看那個電影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做會 逗陣爬 逗陣爬那個氣勢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受到尊重 另外我要特別講 我想到過去誰有在僑界 有這麼大的風潮 我覺得以前小馬哥是有 小馬哥是有 在之前的我相信就是我們的國父了 因為那個時候要恢復中華 驅除打魯 我覺得僑胞本來就愛國 會特別激動 通常第一個這個人是對的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他們對國家的前途忧心 所以國父那個時候才會得到 所有僑胞的支持 得到僑胞的支持 其實就有兩件事情 其實第一個就是選票 第二個就是大家願意回來投資 這個就是韓國瑜講的 國家安全 人民有錢 這個口號 已經有點像驅除 打魯恢復中華那樣子 引起僑胞的 從內心裡面那種激動 不願意坐下來 想要站著 想要站著跟韓國瑜 有眼神的交流 我覺得我曾經在海外 我感受到就是這個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目前再回來 他18號要回來 我希望大家 給他最熱烈的一個掌聲 他也已經非常非常盡力了 我想這些連署應該還是會繼續 我們立法院還是會繼續拼戰 其實聽到那麼多人 各界的聲音 說要來連署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其實在國外的時候 也有被問到這個問題 而且他這幾天都有鋪一個梗 說什麼 1月11號台灣見 今天又講了兩次 一起來聽聽看他怎麼修 今天下午最重要的議題是 高雄要發大財 高雄不發財 當市長就要發瘋 市民就要抓狂 高雄做四年嗎 我想這些問題 現在都不在討論的範疇好不好 孩子要我摸著心臟跟你回答 明年1月11號要拜託大家把身體健康維護下 一定要回到台灣選來投票 投來 抗衛中華民國 北九拜託大家身體健康 明年1月11號台灣見 謝謝 1月11號台灣見 那如果他不是那個候選人的話 這些僑胞們要見什麼呢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他是不是在鋪一個梗 尤其現在是藍營最強棒 今天有個最新的民調 帶你一起來看看 他為什麼被說是藍營最大咖的 如果說國民黨的總統裡面 要選總統的話 最高最多人支持誰 韓國瑜不用說 這是旺旺中時的民調 今天最新的34.6%的人 是支持韓國瑜 你就說其他太陽 第二名是誰 朱立倫16.4 另外是王金平16.1 尷尬了 兩個人加起來 32.5 還是輸給了韓國瑜 不只是兩個人加起來 其實打趴了朱王洲 朱立倫 韓國瑜 還有這個王金平 周錫偉 四個人民調這樣子一比下來 結果韓國瑜的總和是34.6% 還是一樣 這個數目大到已經贏過了 朱立倫加王金平加周錫偉 因為周錫偉0.4 王金平16.1 然後朱立倫16.4 加起來32.9 還是輸給了韓國瑜的將近2%了 這樣子百分比 所以韓國瑜之前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人說韓國瑜 一人就全黨 你現在看民調的對比 姑且把他跟黨內最有機會 最有希望的幾個候選人 或者是媒體和一般民間機場 在看的是國民黨幾個太陽 他也是一人打趴全黨 所有人 所有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韓國瑜他的民調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只升不降 所以難怪很多的網友 我去看一下很多的網路反應 網友就說真猛 就算民進黨 就算綠營 你怎麼樣抹黑 怎麼樣噴口水 怎麼樣抹紅他 越抹越紅 怎麼樣抹黑他 人家就是身世扶妖直煞 而且如果你說 這個民調會有機構效應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民調是4月10號 11號剛做的 也不過最新出爐的民調 這個才幾天而已 你接下來韓國瑜一個禮拜 10號 11號做完之後 一個禮拜18號他就要回國了 這個是熱騰騰顯示台灣的 民意支持度 我說如果你有民調的問題 跟機構效應 如果關心朋友還有一種擔心的話 其實觀眾朋友仔細去上網 搜尋一下 或者去翻一翻之前的媒體 從3月下旬到4月初 都有不少的 包括網路媒體還有青綠媒體 甚至綠營的網站 自己都做出來了 這樣的有韓國瑜 不只是跟黨內其他的太陽 和做一個政黨對比 韓國瑜跟蔡英文 韓國瑜跟賴清德 韓國瑜加上科幣在裡面 韓國瑜都是領先 甚至有一份網路的民調 我看到韓國瑜幾乎都 不管是對蔡英文 還是對賴清德 都是超過了40% 另外一份公司的 比較親密的媒體 做了民調比較近 韓國瑜還是第一名 還是超過32% 不管是贏蔡英文 或是贏賴清德 這還是綠營的單位 機構還做了民調 有機構效應的話 怎麼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是 民調涵蓋了藍綠 涵蓋了所有的支持者 這就不難解讀 為什麼國民黨現在面臨 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有如壓力鍋一樣 因為基層的民意沸騰 然後基層的黨藝 也都希望這樣 不只是好像媒體 大家好像說 Kingmaker 趙神 趙韓 這個好像捧韓 趙王一樣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的是 韓國瑜有他像一個潛力股 像一個新星的 懶懶升起的一個新星 而且不能叫懶懶 已經快速新星崛起了 所以其實韓國瑜的 這樣一個民調支持度 往上攀升 而且隨著他講的 很多的發言 都是貼近基層和這個 一般小老百姓 他簡單直白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這是當總統的基本要件 甚至在美國講的這20個字 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市場靠大陸 努力靠自己 我跟大家講 如果不是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總統格局 或是總統候選人 他的一個想法的話 他講的這幾個 不管是20個字也好 或是八字真言 什麼總統 當一個好總統的條件 連賴清德都要去回應他 也一直把他當成假想敵 連蔡英文都要蹭他一下 從頭到尾就要打一下韓國瑜 你就知道說 韓國瑜的民調 為什麼居高不下 如果大家不喜歡他 大家討厭他 大家正恩 或者是厭惡他 他民調早就起不來了 他民調就一直停留在那邊 就好像NCC和綠營 不斷的去打壓中天 如果收視率不好的話 他們會這樣打壓嗎 如果沒人看的話 沒有收視率 沒有大眾的支持 大家會轉台嗎 會鎖定52台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你要打一個人 你要抹黑一個電視台 你要打一個電視台 或者你要擋一個候選人 你沒有用 因為民意就是要他 始終如一就是要他 從去年11月24號 看到現在已經4月 都快20幾號了 已經過了快6個月了 民眾還是覺得 就是韓國瑜有這個能量 所以從這個數字看得出來 民進黨早就鎖定了他 把他當成主要的對手 國民黨當然有他龐大的壓力 所以我也是呼應佩軍所講的 打鐵趁熱 團結趁早 然後最後因為民調最高 是不是就是開會徵召 又用這種方式 因為全代會 你必須有一個臨時逛 黨代表 全國黨代表 現在如果是1300個黨代表 是超過三分之內 因為國民黨的黨代表 將近2000位 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的話 臨時全國黨代表 不必等到7月8月 因為剛剛有講了 7月8月這樣子耗的話 內耗或者是這種歹性脫膨 其實也讓很多的民眾產生焦慮 你那種分裂的氛圍 只會像麗雲現在分裂的焦慮 弥漫全黨一樣 我們不需要跟民進黨比 但是國民黨有智力的風格 是不是快刀斬亂 斬釘截鐵 當韓國瑜18號回來 我相信聽說有好幾台遊覽車 不只是性能哥說要包遊覽車 去接韓國瑜 聽說那些支持者 對 去接完之後 還要到國民黨中央去 呼籲要求國民黨中央 一定要趕快徵召 國民黨中央 我今天問黨部的主管 他說如果真的要來 他沒打算接待 如果真的要來 你們要怎麼接待 告訴這些民眾 和基層的黨員和基層的支持者說 我們會朝徵召的路前進嗎 這就是國民黨要盡快思考的 沒錯 其實靖敏特別提到說 韓國瑜在這次出訪的時候 特別提到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或者是二十字針也 另外還有被說是總統格局了 像剛剛有講說 1月11號台灣界 還有他會捍衛中華民國 另外跟美國人見面的時候 他談的 被問的 通通都是總統層級的問題 想問問看紫澤 你怎麼看 這個氛圍 他已經超過市長層級了 問的 被追問的 或者是人家關心他的 通通都是總統的 我想毫無疑問 我們看那個畫面 那個場子熱成這樣子 民調也是 最高 對 還有民調 我說真的 這個民調事實上就證明什麼 就證明韓國瑜 不管是黨內 黨外 都是最強棒 毫無懸念 我再講一次 毫無懸念 包含韓國瑜到了美國去 那個場子 事實上我去年9月也受邀 受僑胞邀請 去參加九合一一個造勢晚會 現場本來我們是要幫 全台灣22個縣市 國民黨提名的縣市長來助選 結果現場 僑胞唯一關心的 不是說唯一 大部分關心的 都是韓國瑜 韓國瑜有沒有來 對 韓國瑜 對 現場我們也跟 韓國瑜連線 當天他是在澎湖 幫我們國民黨澎湖 現場候選人助選 坦白講 你就知道韓國瑜 從當時熱到現在 韓國瑜跟這些僑胞 一個最大連結點是什麼 中華民國 剛才委員也講了 在國外的時候 真的唱到國歌 看到國旗 那心裡的感覺 真的很激動 而且你知道他在僑宴的時候 他唱國歌 很多僑胞很感動 真的掉淚 對 我沒騙你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我自己去年9月到 因為如果是蔡英文 他們去的話不會唱國歌 對 也看不到國旗 對不對 不可能 他們心中沒有 他只有這個國家 他後面可能會寫 這個國家的總統道理 所以就是說 你看韓國瑜他在選舉的時候 滿坑滿谷 他的肇事晚會都是國旗 僑胞最熱愛中華民國的一群人 所以說他們的共同交集點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韓國瑜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那個熱情 整個被激發 所以說才會有這種場面 包含美國人看韓國瑜也是 你看學者問的問題 那個層級已經不是只有關西 高雄市未來怎麼發大財 他是關心 如果你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兩岸關係你怎麼維持 兩岸的和平 還有台美的關係 你怎麼做等等 事實上大家不要忘記 韓國瑜事實上 不是只有講台灣安全的民主權 他事實上在經濟也琢磨 他在演講的時候 特別提到FTA 台灣這幾年被排除在FTA外 這個他很警覺 未來是不是台灣怎麼加入 這個區域的經濟合作 怎麼納入 讓台灣的經濟可以發展起來 所以你像你從韓國瑜的口號 就看到端倪了 他之前只講什麼 高雄要發大財 人出去或進來 可是現在已經談到台灣安全 安全的議題 怎麼會是一個市長的層級 安全的議題包含到兩岸 包含到台美 美中台三角關係等等 這個議題已經是在總統層次了 再加上這個密碼111 台灣艦 這個密碼 我想韓國瑜 已經把這個議題放在心裡了 最後我跟他報告 我覺得我想大家目的是一致的 可是這一條路上 我們怎麼做到 讓不管是時間點上 或者說怎麼幫韓國瑜解套上 做到一個讓他可以覺得很安心 很安全的願意接受徵招 幫國民黨打這一仗 為中華民國保衛戰 明年的2020的總統選舉 贏得勝選 這個是要大家齊心一致 其他坦白講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是什麼 是全國黨代表大會 換言之我覺得 當然民眾的連署有用 比如說市議 縣市議會的連署也有用 但是這個比較是宣誓性的 真正我覺得會有最大的壓力 全力核心的 對 全國黨代表大會 因為我們的總統候選人的人選 最後一定要經過 黨代表大會合定 如果還沒有合定前 幾乎所有的黨代表 對 都已經事件通過了 我請問那不就是很明顯了嗎 就是這個人選了嗎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有時候會吃快 壞壞壞 我覺得這個時程 要一步一步的走 絕對不能停 但是這個步驟 一定要讓韓國瑜 覺得安心 安全 就是說我意思說我們要保護他 畢竟他對於高雄市 還有一些承諾 在時間上 譬如說他現在還在高雄市議會的 備詢期間等等 很多事情要考量 給國民黨時間 我相信國民黨會給全國的民眾 給全部的黨員一個最好的答案 沒錯 其實各界的生生患 就是希望韓國瑜能夠救台灣 再來救高雄 因為兩個都很重要 另外美國人當然也很關注韓國瑜 這一次要特別提到這一個人 韓國瑜這一次 跟洛杉磯的第一副市長 叫柯契貞 兩個人見面 見面的時間點很厲害 是在禮拜六 大家都知道 美國人是很重視自己的私人生活 尤其假日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特別抽空的禮拜六 洛杉磯的第一副市長 休假還跟了我們的加芬姐 以及韓市長見面 就知道還滿高規格的 其實我譬如說 這一次韓國瑜去美國 大概給美國好幾個地方的警察 都有一個震撼教育 因為他們可能本來 可能本來根本就不知道 韓國瑜到底是誰 結果突然間 叮嚀叮叮叮跑來這麼多人 把他們嚇到了 對 所以趕快加派警力來維安 我覺得第一個 讓美國警察見識到了 就是我們海外僑胞的熱情 也見識到了 台灣真的有一個 冉染上身的明星 然後在他們美國出現 但第二個就是 其實這一次跟洛杉磯第一副市長 這個約會 早在出國前就有人提了 說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見面 可是當時你去問韓國瑜的時候 他都非常低調 為什麼 因為之前在馬來西亞 跟新加坡就出現過 類似的狀況 你好像稍微找到一點風聲 見光死 對 就有人好像見縫插針 然後想要去弄 到最後 對 到最後就沒有辦法成行 所以這一次韓國瑜 學到教訓 我覺得一直很低調 沒有證實任何東西 等到確認了 再曝光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這個做法本身非常好 我希望韓市長 還有他的幕僚團隊 以後也要秉持這樣的態度 因為我們都知道 想要從中算計 然後想要先戳 韓市長的人 大概是不可勝訴 大概排這隊準備要戳搭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真的做任何事情 都要非常小心 但是何契誠為什麼願意在週六 我們都知道美國人 非常重視休假 為什麼要在週六去見韓市長 其實一方面 因為行程的安排就是這樣子 他如果不在週六 可能其他時間沒有什麼空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他也很想看看 這個在台灣 在僑界 造成這麼大風潮的這樣一個人 他到底有什麼獨特的魅力 所以我相信他們見面之後 一定也交換了很多意見 也談了一下事情 當然我們希望在城市方面 高雄市能夠跟洛杉磯 有更多的結合 除了城市之外 韓國瑜其實現在是 未來很多人期待了一個 未來可能領導 中華民國的一個人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種 地方層級的慢慢開始 能夠讓我們加深更多 跟美國之間的合作 我覺得對所有台灣人來講 這個都是一條非常長遠的路 我們希望跟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能夠有更深厚的友誼 能夠打更多的交道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其實他不是只會賣農產品而已 他隨時隨地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些批評他們的人 我真的很想請教一下 你們覺得韓國瑜不好 你們所支持的人 他到底又做了什麼 沒錯 其實兵哥剛才特別提到 何契真其實跟韓國瑜見面 是在禮拜六 兩個人講了什麼話 其實何契真又問了什麼事情 是攸關於台灣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我們說韓國瑜訪美國 也展現他的國際觀 美國人當然也很關注 這個寒流的現象 真的是誰 娜娜是副市長 洛杉磯的第一女副市長 她叫做何契真 她跟韓國瑜見面 就兩個人 周六促膝常談約一個小時 問什麼 韓國瑜特別說 針對城市還有交流的治理經驗 還有財政預算 但是雖然好短暫 不過好愉快的交流 他也問了我一些兩岸關係 我也把我的觀察跟看法 跟他來報告 明明是高雄市長 問的是兩岸關係 郭文你怎麼看 第一個這個時間點很特別 因為再怎麼忙 美國人是不太會願意 再怎麼忙也不會下班的時候 跟你見面 週末 尤其週末 不要講週末 禮拜一到禮拜五 這個下班就是下班了 他們也不太應酬的 這個是美國人的習慣 所以這次他願意在禮拜六 還常談一個多小時 表示對韓市長的重視 洛杉磯大家也知道 它是非常大的一個城市 所以大家不要在意說 他是副市長 他是第一副市長 市長的話可能他們又有 所謂中美台的關係的問題 而且你知道他還住東南亞 國家協會大使 這個我要特別講 因為美國人他跟台灣的 不管是留學生 或者是教授 或者學者 或者是政治人物 通常他都會問兩岸關係 這個是他們有興趣的 但是要看誰問 一個副市長問也不怎麼樣 但是要注意就是這個身分 他曾經駐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大使 大使來問這個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就會講到台灣在 不只是美中台的關係 還會講到在整個東北亞 整個東南亞 已經會講到一個 整個亞洲地區了 國家在這個區域 整個的戰略的問題 所以這個談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不是只是單純想知道 你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還是會問到 搞不好是一個考試也不一定 他會問就是你在台灣的話 你怎麼看整個亞太的情勢 我相信這個訪問跟一般的是 不一樣的 是很特別高檔的 沒錯 其實不只是 何契正很關心 他對於兩岸關係的問題 其實韓國瑜今天在受訪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到 這所謂的要帶領台灣 走向更好的地方 要讓台灣人民賺錢 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因為大家都問他選總統選總統 但是他沒有正面說 自己要不要選總統 但是他列出了 總統應該要有的條件 是什麼呢 一起來看看 他也問了一些兩岸關係 也討論一些兩岸關係 我也把我的觀察 跟我的看法給他報告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一種感覺的問題 如果人家當過大使 對整個東南亞 東北亞都很熟悉 結果我們真的跟個土包子一樣 一問三不知 那人家跟我們聊天也很沒有意思 很無趣了 他是怎麼問 他就認為海峽兩岸之間 例如這個發展 未來的演變 會不會越來越危險啊 海峽兩岸之間 將來要走到哪一步啊 以及美國 中國大陸跟台灣 這三角形的一個狀態 是一個動態的變化 我有什麼看法啊 這是你總統層級的問題 不是問海峽兩岸 不是動不動就總統總統總統 你好像太敏感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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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些很廉價式的 扣帽子式的 意識形態式的選舉 獲得選票獲得政權 可能會被淘汰 像最近我被扣帽子 被扣得最厲害就是賣台 事實上台灣過去三任總統 大概都是台大法律系的 那三個台大法律系的總統幹完 大概台灣的經濟 跟競爭力 基本上已經殘廢了 殘廢了 這二十多年來 事實上我們台灣 鬼混得很厲害 有些少數人是光鮮亮麗的 過得很好的生活 但是很多中低收入戶 過得苦得不得了 莫忘世上苦人多 受苦的民眾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寒流現象 如果有一點點小小的意義 在於提醒了 台灣當前的政治人物 一定要以人民為本 回到民本這兩個字 而不是在權力這兩個字打轉 這個將來我回到台灣 會進一步闡述 韓國瑜又說 莫忘世上苦人多 而且他也特別講到說 台灣最近 這所謂三任總統 法律系出身的 台灣鬼混了兩三年 莫忘世上苦人多 是不是未來 不是法律系出身的 也可以當總統 其實我們精準一點來講 就是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二十年來 全球最大的經濟風暴 就是在馬總統上任之後的 那一年的八月 所以三任總統任內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可能沒有辦法 一概而論 但是這一番話某程度也顯示了 韓市長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交集 也許在他心中 已經有一些藍圖了 包括他之前提出的八字的口號 還有二十字的真言等等 大家都很清楚 已經不是只是一個高雄市長的層級 剛剛委員也有提到 包括接待他的人的時間 跟一般人也很不一樣 寧願用這個週末的時間 特別一定要跟他碰上一面 再往前推一點 大家回想 他到費政清研究中心也是一樣 20分鐘的發言 90分鐘的提問問好問滿 而且問得顯然也不是高雄市政 對不對 關於年金改革 關於台灣的國防問題等等 其實我相信美國的學者 或是智庫 或是國會的一些幕僚 已經開始用一個 不是市長層級的規格 在看韓市長這一次的到訪 我相信這幾天有一些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很有趣 他們就說民進黨現在初選延宕 是因為他們不確定 國民黨提名的是誰 他們擔心如果做對比式的民調的話 民調會失準 所以他們想要再往後一點 再觀察一下 但是我的回答很簡單 其實不管是黨內的互比式民調 或者是黨外的對比式民調 韓市長一直都是第一名的 不分藍綠做數的民調 他現在都是為人氣網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他的為難是 過去沒有一任市長 就往上位爬的這個先例 只是別人不行 或是別人沒有做過 能不能成為他不能做的理由 我相信這個疑問 是沒有辦法說服大家的 選民對他的支持 已經早就突破了高雄的這個僵域 早就已經蔓延到全國來 所以我相信他參選的路上 也許國民黨的公職 或是國民黨中央要做的事情 是比如說1999年的阿扁模式 或是2007年的馬前松的模式 就是為他開張 開辟出一條路來 總而言之就像嘉遠剛剛說了 只要是開大門走大路 我相信很容易說服其他的支持者 沒錯 其實要怎麼樣說服藍營的支持者 或者是不只是藍營的支持者 因為挺韓國語的人 可不見得都是藍營的 所以大家也在看說國民黨 你要怎麼來出招 來呼應民意 但是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像韓國語被問到的問題 都不是所謂的 高雄市長層級的問題 大家關心的是說 怎麼樣讓台灣安全 人民有閒 所以對他有好大好大的期待 其實這次韓國語到洛杉磯 剛剛講那個何契真 我先講一個案例做一個比較 因為剛好前一陣子 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也到美國去訪問 當時他到的時間是 星期五的傍晚5點 美國人除了很重視自己的 weekend 他的一個週末休假假假的時間 其實上下班的時間5點半 洛杉磯 洛杉磯市府上 下班時間是5點半 他也很重視 所以當時鄭文燦 傍晚5點趕到了洛杉磯 然後匆匆的跟何契真見了面 然後交換了一下禮物 拍個照 然後簡單的 匆匆忙忙會面跟會商 然後就結束了 大概半個小時 這一次韓國瑜到洛城 跟何契真對話 對談 大概是一個小時 而且是在禮拜六的這個時間 然後而且何契真他其實 擔任過在歐巴馬政府的時代 他曾經是美國駐東奈亞國協的大使 所以韓國瑜本來是跟他談 有關於城市治理的經驗 本來說兩人在談的時候 韓國瑜就聊到 高雄市面臨最大的一個市政問題 就是空污嚴重 何契真就會跟他講 洛杉磯不一樣 洛杉磯碰到的是交通運輸問題 還有因為洛杉磯2028年 他準備要辦奧運 然後再加上洛杉磯 很早就推動了港式合一了 這個是高雄市 想要努力去學習進步的對象 當然是不是將來有更多的 彼此的交流 還有韓國瑜也請何契真 因為本來是要見 洛杉磯的市長 因為洛杉磯的市長 他禮拜六也是有行程 所以他就指派 他的第一副市長 何契真跟他見面 兩個人觸心長談一個多小時 我看到新聞採訪 傳媒的畫面是滿融洽 而且何契真後來親自送韓國瑜 跟李嘉峰和他們一起團隊拜訪 除了市政府之外 一般都會送到門口 可是他出了門口之後 過馬路 特別叫對面 媒體記者守候的地點 跟著韓國瑜區的 隨行媒體記者 還有當地的媒體 然後一直到韓國瑜 到那邊跟媒體記者受訪的時候 何契真才低調的趕快離開 所以其實你看到 這一連串的動作 時間 和這個場合 和整個狀況 本來是要約在外面的一個club 一個俱樂部的餐廳 後來何契真主動說 要不然就改在洛杉磯市政廳 就在他的市政府裡面接受會面 談的議題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除了鎖定在城市之間的 治理經驗之外 也變成是有國家方面 可能因為他當過大使 所以他會對說當前兩岸 兩岸關係的態勢 然後包括美國跟大陸跟台灣 未來的三角互動的 如果韓國瑜他回答得不好 講得很爛 或者是話不投機就半句多 你覺得何契真會跟他談下去嗎 會覺得你這個人沒貨 你肚子沒東西 我還送你到門口幹嘛 送你到對面的記者媒體 這樣一字排開 跟你過去幹嘛 我就會瞧不起你 韓國瑜還說不能被看穿了 以為我們真的是土包子 對 所以其實第一 證明韓國瑜有做功課 第二證明老美以這個何契真 他是大使級的第一副市長 歐巴馬時代是一個重要的外交官 有這樣的一個國際視野和歷練 我相信未來也很想促成 包括從台灣高雄跟洛杉磯 之間的一個交流 包括交換學生 包括產業的互相投資 或者是洛杉磯在那邊的一些 更多的高科技跟韓國瑜 這次去看了大數據的公司 都可以來高雄做一個投資等等 所以證明說何契真 其實非常重視這個韓國瑜 本身的這個談的焦點 和一些Focus的議題 彼此都有很大的一個共鳴 他才會做出這麼樣的一個動作 或許有人講說 或者是酸言說韓國瑜 見了何契真跟他聊那麼久 聊了很多又沒什麼了不起 但人家就做到了 人家同樣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才會用 同樣都是直轄市長 來做一個對比 當然有些人會說 因為時間跟行程的安排 這有什麼好比較 沒錯 但是至少韓國瑜準備得充分 沒有讓我們台灣能丟臉 而且在談的這個過程當中 城市 地方 還有包括兩岸關係 整個國際之間的一些看法 韓國瑜至少跟人家 都能談得上話 所以或是遇到韓國瑜 後來再接受僑界 包括他們坐談 南加玉三科 跟他們一個交流 在坐談的時候 講到說台灣過去被 三任的學法律了 當然這句話 或許韓國瑜講出來 人家學法律了會不公平 起碼像我們吳智洋委員 他也是哈佛法律 台大法律 我也要講一下話 不是所有法律人都這樣 但我相信韓國瑜市長 他講出來是 很多基層民眾的心聲 他有特別講說兩 三年 對 而且基層民眾的心聲 為什麼會種下這樣的一個印象 就是因為在2000年到2008年 然後2016年到現在2019年 這兩 三年來 因為一些學法律的 不管是律師出身的 或是學法律的 這樣的一個教授出身的 他們就是執法 玩法 弄法 甚至是法律為無物 然後貪污 然後甚至現在的以下 學法律的 你根本把法律整個曲決 扭解 還說要暢言 奢言司法改革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 包括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還有像吳智洋委員 都是學法律出身 都會看不下去 因為丟法律人的臉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是想 他可能講到的是 這個部分專注在一塊 但是因為不能只 好像漏掉了中間的一個 馬英九也是學法律的 但是馬英九總統 至少是遵守法律 遵守到法律 有人形容他為法將 就是說太沒守成規 不敢預舉 超過了法律的界限 但是你看看蔡英文 你看看陳水扁兩個法律人 是不是都超過那個界限 你真的守法 蔡英文 你把阿扁關回去 我至少會覺得你真的守法律 讓阿扁回去中間 還不會這樣爬爬招 就利用他幫你這個選舉打側翼 所以我覺得說 韓國瑜講出來 當然人家會覺得說 你好像在談總統的問題 都說學法律人不好 很多民眾我們在跑行程的時候 其實都聽過這樣的一個心聲 是不是下一屆總統 不要再選法律人 不要再選法律出身背景了 是不是韓國瑜一有所指的 換一個人 韓國瑜不是學法律 當然其他也有很多人 能選說不是學法律 比如說朱立倫 比如說其他人 但是從這個就看得出來 台灣的民心望翅 就是也希望我覺得是呼應你 韓國瑜講出來不會隨便胡說 會有一些根據或他聽到的聲音 他就是反映民情 反映大家的心聲 所以今天你說韓國瑜 談話的都是總統級 甚至剛剛指責有講到 什麼密碼 然後總統的條件 後面講這個關係 他所談的這個議題 這就是作為一個地方諸侯 六都直下市長 他的高度 他的眼見跟前瞻 未來是不是將來登大位 或者是在成為總統候選人 或跟黨內其他的優秀的人選 彼此比較會競爭的時候 起碼他的視野不會只局限在高雄 然後也不會如他口中 所說的一個土報者 這只是一個謙虛 他至少能登大雅之堂 沒錯 其實韓國瑜 剛剛講的那一段話 最大家覺得亮點就是說 三任總統法律系出身 台灣鬼混了兩三年 他強調是兩三年 莫忘世上苦人多 來 法律系的 這個他以前我在念法律的時候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從民進黨的很多的領導人 都是法律系出來 那時候法律系一下從 比較後面的名次 一下變成學生的第一志願 曾幾何時真的是 法律人自己把他自己搞糟了 不過我要聲明 我是念機械的 後來又念法律 現在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學生證 我現在念什麼呢 我念的是念體育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 不必focus在這個 的確前面三任法律的 不管是玩法或是被法玩 都沒有讓大家很滿意 這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法律人 我常跟現在年輕的學生講 念法律人應該是頭腦最清楚 你是要來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 你要把問題單純化不是複雜化 你法律是用來幫助別人 而不是用來陷害別人 你只要走對的方向 法律人還是最棒的領導人才 走錯方向是大家最恨的 沒錯 其實法律人 當了那麼多的總統 那當然是 如果說不能夠執法犯法 也不能執法玩法 韓國瑜提出來說 台灣被法律人弄了 而且是兩三年鬼混了 所以大家就在猜 是不是有可能下一院的總統 他不是學法律的 是不是有可能會來為台灣 來拚一拚呢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我們剛剛說了好多 韓國瑜在出訪的時候 展現他的國際觀 美國人也很關注 他的一言一行 韓粉也很期待 但是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所謂的民調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民調 他一個人打趴了所有藍營的 其他三位的太陽 另外大家有關心說 到底這些老太陽們 或者是這些其他的 想要參選的人 目前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個被講說一直在卡 王金平就是誰 王金平叫做大將軍王金平 卡韓的第一大將 難道他要繼續卡韓嗎 但是他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在臉書上說 誰卡誰還不知道 是 所以這個回答其實聽起來滿妙 那誰在卡他 我覺得這個 他如果有這種想法 我也覺得滿奇怪 他搞不好就覺得 吳敦義在卡他 那不然的話 我也想不出來到底誰卡他 到底誰在卡他 因為韓國瑜沒有說他要選 到現在為止 所以我覺得王金平院長 當然我知道每個人都有理想 而且他可能真的準備了很多年 本來如果寒流沒有出來的話 也許他就按照他的步驟 一步一步往前進了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 王院長本身也是一個 非常審時度式的一個人 他非常瞭解環境都是瞬息萬變 現在就是韓國瑜現象起來了 如果國民黨想要拿下2020 看起來最有機會的就是韓國瑜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當然不可能像王院長說的說 要保證誰一定會選上 我想如果能夠保證誰一定會選上的話 這個人就已經可以去開廟了 我覺得但您可以保證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第一個我請王院長就是真的冷靜下來 想一想到底什麼樣的對策 對你來說才是最好的對策 然後再來我也必須請王院長 你仔細思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王院長能夠幫助社會 能夠去幫助人民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一定要在總統這個位置 才能夠去幫助別人 其實你還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可以去幫助人家 為什麼一定要執著在這個地方 當總統也不見得 能夠解決所有的事情 我老實講 不然你看蔡英文 他上來之後解決什麼事情 什麼也沒解決 反而製造了一大堆問題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有每個人適合的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權威一定要這麼重要 有的時候不在那個位置 反而能夠展現出更高的高度 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希望王院長 仔細想一想 但是我覺得現在 民進黨更有趣 民進黨過去老是指責說 國民黨或是其他泛人陣營 因為網軍不斷在攻擊他們 結果現在輪到他們自己人的時候 蔡英文對上賴清德的時候 雙方指責對方的網軍 我覺得這好笑 賴清德先發難說 請總統停止那個網軍 對我的攻擊 然後結果蔡英文今天居然回嗆他說 我看到很多都是攻擊我的 而且那些人你賴清德都認識 對 我覺得這兩個人這種對話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非常 好笑 就是你看布光了吧 至少這兩個人有一個共識 不是你有網軍就是我也網軍 一定有一個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網軍是誰的 這兩位已經暫時到網軍 就是民進黨的人 不就是這樣子嗎 因為他們兩個至少有一個 是有網軍的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講 誰的網軍最多 大家都知道向來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專門在培養網軍 專門在攻擊別人 專門在大假行為 專門在帶風向 民進黨一直都在幹這些事情 大家還看得不夠清楚嗎 所以我真的拜託大家 你知道我到現在 還看到很多人在污衊什麼 污衊說韓國瑜支持過兩次 韓國瑜你已經講了 不知道幾百遍了 他說他磕在頭上嗎 對 他磕在頭上 你得相信嗎 我跟你講磕在頭上 他們也不會相信 因為就是有一定愚蠢的人 只要民進黨說什麼 民進黨問你什麼東西 你就相信 現在已經四十百在眼前了 蔡英文跟賴清德 都講對方有網軍 所以民進黨是不是一定有網軍 所以拜託大家清閒一點 看清楚這一群騙子的真面目 好 沒錯 其實賓哥有特別提到說 現在藍綠兩黨的 要爭出現的人 好像有一些內鬥的狀況 這是民進黨的部分 這是蔡英文跟所謂的賴清德 雙方互稱蔡大小姐 VS 台獨精孫 先是賴清德說 請總統要求他的網軍 停止對我的攻擊 就沒想到 今天蔡總統說 請賴院長去上網看一下 攻擊我的比攻擊賴的還多 而且都是賴清德 你熟悉的人 自責 我一開始我就說 賴清德決定參選 就是民進黨一出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果不其然 對不對 一開始本來還是有空中駁火 現在已經進行什麼 肉搏戰 本來還有那種 君子之身的感覺 對 講了一副好像民進黨 都是千千君子 一切按照製作 現在是要五七假猜 對 結果現在紛紛露線 原來互相各有一票網軍 正在怎麼樣 正在進行肉搏戰 刀刀劍骨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清楚 民進黨一向都是什麼樣 雙重標準 大家記得嗎 之前韓國瑜 民進黨人士很喜歡去什麼 質疑說 你管好你自己的網軍 你的網軍來攻擊我 怎麼樣 結果自己的網軍也管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說民進黨 就是常常透過這些語言 而陷露出 露線 陷露出他們自己原本的正面目 坦白講 賴清德跟蔡英文 這一場戰爭已經因為 他們的初選延後 已經埋下分裂衝突的種子了 而且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跟什麼 變得新的女朋友一樣 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 未來這兩牆相爭 一定會什麼 殺的什麼 刀刀劍骨 這個血流成河 當然我覺得 現在蔡英文跟賴清德 我覺得他們雙方 未來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到5月22號 但是他們現在還要再看 國民黨的人選什麼時候出現 這個也是坦白講有點離譜 坦白講國民黨 有國民黨自己的步驟 我們什麼時候出現 這個坦白講我們希望加快 但是時間也還沒有定 可是他們現在卻要紛紛怎麼樣 透過就國民黨 用國民黨的初選時程 來怎麼樣跟他們做連結 可是坦白講 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讓他們可以 整個初選可以順利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再接下來賴清德跟蔡英文 兩個人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怎麼樣去廝殺 更是會讓民進黨 這個絕對是很難看 不要忘記 過去蔡英文跟蘇貞昌 在2012的初選 是怎麼選的 現在他們為什麼 坦白講現在中職會 一個是延長時間 第二個是要做對比民調 我就已經預告 蔡英文已經出現了 為什麼 大家記得嗎 蔡英文在2012年贏 蘇貞昌是什麼贏的 他也是做對比民調 他還教民眾怎麼樣民調法 大家記得嗎 一個口號叫什麼 蔡瑪瑪 第一題要回答蔡英文 第二題要回答馬英九 第三題要回答馬英九 那時候蘇貞昌快氣死了 所以我要講 賴清德跟蔡英文 都不是吃素的 他們接下來 尤其在這個遊戲規則上 還有很多變數 5月22號只是要看 國民黨的候選人出來沒有 可是他們到底 5月22號的什麼時間點要做 還有他們的初選民調 要怎麼做 是要對比 還是有互比 還是兩個相加 這個都還沒有出來了 可是未來這些遊戲規則 又會影響到 對誰有利 對誰不利 最後我要講一點 為什麼我說這個分裂 已經是確認了 大家想想看 假設最後的結果 是賴清德輸 蔡英文贏 賴清德的支持者 或賴清德本人 他會服氣嗎 還有獨派 對不對 還有獨派會服氣嗎 他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因為小英 透過這種遊戲規則的變更 就是把初選延後讓我輸了 所以這根本不可能服氣 反過來如果蔡英文贏了 如果是蔡英文輸 那也很可怕 現任總統沒有辦法連任 面對自己提拔行政院長 跟他挑戰 這個不管是現政危機 或黨內的衝突都會加劇 所以這個幾乎無解 我只能說 坦白講本來唯一的解釋 蔡賴沛 對民進黨而言 可是蔡賴沛 賴清德也已經講死了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這一場 金孫大戰大小姐之戰 我覺得就是一場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好 其實有特別提到 民進黨亂成這樣 但國民黨 你能夠提出好的人選嗎 還是在天王這邊 有一些內鬥的狀況嗎 還在誰卡誰嗎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今年是大選年 所以2020到底要由誰來出現 這個是關心台灣的未來 民進黨的部分亂成這樣 賴清德說 請總統叫他的網軍 不要攻擊我 蔡英文說你攻擊我的人 都是賴清德熟悉的人 民進黨亂成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記 韓國瑜也提醒 這民進黨是妖怪 把你手砍了 馬上掌回來 到時候也難保他們兩個人 沒有辦法合作 這麼看 國民黨怎麼出招 其實韓國瑜的確刺警 談過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現在看蔡英文跟賴清德 彼此殺了刀刀劍骨血流成痕 韓國瑜說國民黨要小心 民進黨他的治癒能力很強 出選過程之後 他很快就癒合了 就像妖怪一樣 你砍掉他一隻手臂 第二天就長出一隻手臂 你砍掉他一個腦袋 第二天又長出了一個腦袋 完完全全在這個出選過程 感覺好像傷口還沒米平 可是他們一個特徵就是團結對外 關起門來吵個不停 對外就整個一團合計 就對上國民黨的陣營 所以其實韓國瑜講的是 一個現象沒錯 而且他講這個現象 讓我們回想到2007年 當時要2008年之後 蘇貞昂跟謝長廷 是不是也殺了血流成河 當時最有名的一句名言 蘇貞昂對時謝長廷說什麼 長廷兄 再怎麼轉移交點 也不能改變你涉案的事實 當時謝長廷 我們還在跑新聞的時候 氣死了 氣死了 氣得氣笑聲焉 然後被蘇貞昂這樣一講 因為當時案件纏身 結果後來2008年不是常昌沛嗎 那是也因為這樣一個話 被打到大選 然後讓謝長廷幾乎就被打趴了 所以其實韓國瑜講這個事情 是有過去的歷史根據和經驗所看 而國民黨一向給很多的民眾 和支持者和黨員 也是覺得在內部吵烘烘 對外也是吵不停 人家是團結對外 國民黨講對外團結 但是往往就是分裂的種子 一直埋下 一直到大選的這個時候 所以今天碰到說 如果大家真的要讓韓國瑜出現 還是要卡住韓國瑜 這一點真的要是反思 去省思說 你看看民進黨的這個狀況 人家能夠團結起來 人家的治癒能力 就像電影X3景的金剛狼一樣 國民黨有沒有這個本事做到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是不是他講到的就是 國民黨要整合 韓國瑜當時提出來的 這樣一個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裡 而國民黨要整合就是說 在內部的團結的時候 不是只是檯面上嘴巴講講而已 你有辦法就趕快 把這個幾個太陽 然後幾個這個大家能夠 把意見講好來 但不只是對內關門協調 或是對外就是口制一進了 你既然希望當一個King maker 就不要當一個King killer 其實太陽這個大山宮大佬也好 你是要當一個電腳石 還是要當一個絆腳石 你是要扮演對手 民進黨的助選員 大將 幫民進黨的 還是要當一個國民黨的罪人 其實大家其實有很簡單的邏輯 可以去思考 所以韓國瑜講出來 其實也代表國民黨的黨員 和國民黨的